不过小串也说了 他和庭渊毕竟不是一路人 当然不是 他和那庭渊人是一路人吗 不跟你废话了 我要杀丽渊 取走他的灵力 你连灵灯都不让我碰 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已与灵灯结下血气 你想做的事情 我替你完成 血气 这宝物除了能收妖 还有其他的作用 解血气之人可以点燃灵灯 让天下无妖 这灵灯 连灯芯都没有 还能点燃了 那我来点 这种事情我们男人来做 那你可知 点燃灵灯要何种代价 还能自焚不成 自焚不过是销毁肉体 灵力仍存在于是 若你真的想要点燃灵灯 将以灵祭灯 灵灯不灭 则永生永世受苦 你能做到吗 我可以 你到底是谁 为何你要用生命的代价 经历这般痛苦 李果仁 那个弄得丽渊全称戒严的胡姬 就是你吧 我问你 为何所有的戾气跟法术 都无法伤得了他 既然你想知道 我就告诉你 你都要看 留 Ιitt 雷元出生那年 天元国下了十天十夜十寸的雨 大批的妖怪扑伏在房城外 不住地叫唤 奇怪的是 自他出生的那一刻 妖怪都不叫了 我朝国师称此子天赋一笔 身带妖灵避让的无双命格 刀枪不入 法术无伤 传说这乃是妖神下凡的大大几兆 从此以后 我们天元国的信仰 就来自无双命格了 刀枪不入 法术无亲 说得没错 无双命格就是如此 那要怎么破解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 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青春 既然你来找我了 我今日就送你一份大礼 无双命格 并非没有破解之法 立渊 也有一日命门 此话怎讲 十五年前 立渊生辰 立渊从小不会受伤 不会生病 神有霓裳 宝剑一柄 祝你学有所成 谢谢父皇 在他十五岁受戴那年 父皇送他一柄西域宝剑 从未受伤的他突然流出了人血 虽然他掩藏训剑 谢谢父皇赐予我的剑 但被我看得一清二楚 父皇 从那以后 中原节就没有人见过立渊 他自己说 是为天下苍林去祈福 但他其实并未在东宫 那他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但有人知道 但有人知道 比如我那个前任大嫂 皇宫里传 他是重疾早妖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 他死在了七月十六 你不觉得很有蹊跷吗 这么说起来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 没错 他定是发现了立渊 中原节那天他会变成常人 这便是我们的机会 所以你偷灵灯 也是想在中原节下手 得了吧 我之前在你那里 借的那个灵灯 实在太假了 没把我害死 那是傅九云做的 傅九云 他也太坏了吧 行了 别说他了 不对啊 他会来找你 不 他会来找我们 你别管这么多了 灵灯在我这儿 在点燃灵灯之前 灵灯一直都在 除非我死 我们川儿就是不一样 我就知道他会被你搞定 这点你跟我很像 我们都是做大事的 我可跟你不一样 我隐于香取山取灵灯 是为了给我大骊国复仇 为了给寥寥无几的黎民们 争取最后一点幸福 而你 只是为了你的野心 朕就误会我了 我绝非为了权术 自国师由说立立渊为储君后 举国开始信奉妖神 身为皇子处到他责物旁贷 等妖物产尽 我会对你好 对天元国 对骊国 对全天下的子民都好 我会守着你 宠着你 绝对不会再让你受这般痛苦 你真当血气是儿戏吗 不会 凡是没有绝对 这个世上 有这么多义士和大仙们 定能破了这血气之法 一定能让你活下来 川儿 你有没有想过 倘若你现在死了 你以前做的 现在做的 那有什么意义呢 人活着 必是什么都重要 你不必再说了 生死不过二 你拒 我不拒 你我本不是一路人 原来不是 将来也不会是 对 罢了 等我们除掉丽渊 我要坐下来跟你谈谈此事 我们先想想 怎么杀死丽渊 我府中虽然有很多奇人异士 但普通的灵法 根本进不了她的身 这么些年 我为了找到她在哪里 真是绞尽了脑池 府中也死了不少人 其实我们俩灵灯在手 也要触及此事的根本 想杀死她 必须知道她在哪儿 对 必须要找到她 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很多事啊 你说的没错 你这牛肉挺香的 谁让你吃了 好 我要喝酒 一醉解尖重 你陪我喝点 来来来 我说啊 你那剩好的黄牛肉 我是一片也没吃着 好 你还让我请你喝酒 你这样的朋友要不得 林老兄还说呢 你也是个仙人 在我这儿每天斤斤计较 啰啰嗦嗦的 莫生气 生气伤肝 喝酒还伤肝呢 不仅伤肝还伤心呢 是不是 新北呀 附酒员 你可不能这样啊 你不能在外边受了秦川的虐 就回来怼我呀 是啊 你是见证的黄牛肉了 那我呢 我只能在旁边闻着那味儿 谁更惨 谁更惨 来来来来 一块喝酒 一醉方休 小白定是他们最辛苦了 这庭渊和秦川目标一致 倒真是一路人啊 庭渊还说了 待他登上地位 一定要对川二好 对全年夏百姓都好 会护着他 宠着他 多好 不过小川也说了 他和庭渊 毕竟不是一路人 当然不是 他和那庭渊能是一路人吗 静渊 我说你把小白 放在人家姑娘身边 当你的探子 这事是不是 不大好吧 怎么说这也是 是有备我们仙家的常理 就是啊 你这样还不如天天把他放在身边算了 再说了 傅九云 我在你心里 到底是什么人 你想把我变成镜子就变成镜子 你想我睡觉就睡觉啊 虽然我也很喜欢睡觉 可我们是朋友啊傅九云 你这样我还有没有自由了 这我得替小白说一句公道啊 就是 九云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地道 怎么了 毕竟小白也算是一件神器 就是啊 你看他多神器 我呢就是无聊 想要看看这个姑娘 到底能捅多大娄子 小白啊 你要是不愿意去 你可以不去 就是你跟我要那话 我是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心情能画给你喽 你 好 据庭院所说 这立冤乃是无双命格 刀枪不尽 法术无伤 只有在中元节那天才能变成常人 无双命格 眉山 你在这三季之中 可听过此等启示啊 九云 你操这等闲心作甚 你又不急 对啊 我是不急啊 可你眉山君 就对这事不好奇吗 我说傅九云啊傅九云 你想找我帮忙 就不能正正经经成功 诚诚恳恳的求意思吗 我觉得吧 接下来这小川肯定又要进宫了 这皇宫凶险啊 算了 反正九云大人又不急 你有这等闲人急什么 急不来嘛 急不来 喝酒 来来来 喝酒 不急 不急 我急什么 我不急我 又凶我 我想到一法子 不知道能不能行 怎么说 好 之前我在香区圈上学了些白纸仙术 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白纸仙术 我怎么听说 这是骊国皇室不外传的 谁要送你的 论资历 我上山比你久 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也不足为怪啊 是是是 川儿姐你说啥就是啥 看着啊 我将这幻画的指人放在丽渊身上 临起之时 我便能定位 待我施法 无论她在哪儿 我都能找到她 可这 毕竟是仙法 丽渊她可教化了 好 我可以先压制这个指人的仙术 让她变成张普通的白纸 等到中元节那天 丽渊如果真的是个凡人 所谓的什么 无双命格失效之后 她也不会察觉到 这招好啊 可是中元节那天 宫中尊卑有别 丽渊主持完大计 她就回她的东宫了 我是没什么机会接触到她的 我虽然宫中很熟 这件事情如果我交给别人做 我也不放心啊 到时候 如果我想命没了 那就惨了 我还不如做我的无忧犯王呢